你好,我是折折王子 我们来着一款小狐狸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 首先把两边对折 展开 两个角往里折 重新对折一下 这样摆放 这个角往上折 展开 这个往上折 压一下折痕 展开 这像刚才的折痕 压一小段 展开 左右展开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把它往里折 展开 这个小角往里折 再折上去 这一侧也一样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把这个角往里折 展开 展开 小角往里折 再折上去 翻到背面 左右两侧往里折 把这里折 把这里折开 按照这个折痕往里折 从这个点这里 把这个角捏起来 折下来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里折 把这里折开 按照下面这个折痕往里折 从这个点这里把它捏起来 折下来 然后从这个折痕这个点 把这个角往外折 这一侧也一样 然后把里面的角向外折开 然后这一侧也一样 里面的部分向外折开 把它对折 沿这个边往上折 从中间折开 压下来 这个部分往里折 距离这个边流出一小段 展开 撑开 按照折痕 翻折到上面 收好 后面的小角 往上折一小段展开 从后面把它撑开 按照折痕 做沉折 把它压进去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这里弯曲调整一下 把耳朵捏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 关注折痕王的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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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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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